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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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GTA5 我是Special Campo 那我們當然要再繼續我們的 運輸機來運送 車輛的章節 系列啦 我們最原始的 C130再來 C17那個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銀河C5M運輸機 美國這個 超大型的運輸機 不過還是沒有比安諾托夫還大 對不對 好啦我們這張的主要主角 就是他啦 銀河C5M運輸機 超大的 不過這個模組是有一個缺點就是前面這個 升降板它是 比較脆弱 就是稍微怎麼樣撞到就會 會 斷掉之類的 然後他坡度也太陡了 畢竟是模組嘛 他能做到的彎曲的限度真的是有限 所以不能像現實之間那樣子 那麼完美啦 遊戲當然是有限的 這個樓梯好像不能上去 我看一下 可以走但是不能到頂端 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們到 這裡面就是這樣子很空曠 然後我們可能不會 我們不會把裡面塞滿 因為如果裡面塞滿我怕會 沒辦法起飛重量太大 因為畢竟這個 我一直說這個是遊戲不能像真實世界一樣就是放很多車子 然後我之前有試過放一輛坦克可能會太重 它起飛的 起飛重量會增加 所以加速會很久會衝出跑道 所以這次我們可能不會再坦克 坦克的話就可能等到後面的安諾托夫 來試試看 看得歐不可以 那這張我們可能就載 運兵卡車啦 或是一些吉普車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先載一輛好不好 不要 因為兩輛真的是有點太冒險 如果可以去看C7那輛 不啦 C7那個章節的話 就是知道 車子 直接整個 在飛機裡面爆掉 好啦 不過待會應該上 上天空也會做一些保險措施 就是把 飛機用成那個 無敵模式這樣不要爆掉 不然的話真的很討厭 好 我們先把車子叫出來 好啦 我們的軍用卡車叫出來了 先放一輛就好了 因為我不知道放兩輛會有什麼影響 待會回來的時候再看看要放幾輛 先 先試試看看 我們這樣子 車子開上 前面應該不會翹起來吧 我記得前面會翹起來 好像是坦克才會翹起來 好 差不多 欸我對齊一下 中線 不要停太後面 而且放兩輛會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這個可能我覺得都是模組的關係 如果有時候 你第二台車假如要放在後面的話 然後會造成一個bug 就是整台飛機消失 只剩下你的車子 所以這個很難去控制 不是我不想塞滿 所以這些情況你們都要考慮進去 不是說就全部給它塞滿這樣 好我們先上機 欸 又被踢起來 好可以 我們一個一個的把門給關起來 雖然關門的順序也不能像 現實事件那樣子 因為它這個 後面的這個底板 後面這個坡是 在現實事件是可以折起來的 但是遊戲裡不能 所以它就只能直接這樣子 就是伸出來的這樣子關起來 所以難免順序會怪怪的 這個也是我不能控制的 畢竟這都是遊戲 好我們先關後面的這個 對我說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看後面這個突出來的 這個在現實事件裡 其實是可以折進去的 那在模組裡面當然不行啊 不然的話這邊早就密合了對不對 對 好再來就是關前面的 欸 這關起來了 前面的這個 蓋起來 哇 超爽 再來就是 我們必須後面要用修理車輛的方式才可以 好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準備 進到那個跑道 我們看一下駕駛艙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密密麻麻的儀表 所以說不得說這個其實開飛機的人真的很厲害 來 然後在玩GTA5裡面的飛機的話 只要前進後退 哈哈 起飛降落放輪子 OK 好你會開了 哈哈 好啦 我們到這邊準備起飛 這個起飛重量應該不會太重 我們一輛卡車而已 好 又起飛了 這個跑道好像比較短齁 沒關係不過 之前有試過所以 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起飛 太帥了 好起落架收起來 大概就可以了 然後你還要必須去控制那個什麼 控制控制 就是說你的升降度那些的 因為GTA5裡面好像 它飛機不會一直給你平穩的 平飛啊 那上次有人說 為什麼我很喜歡亂切鏡頭 個人習慣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假如說你在開飛機 我很喜歡用特殊鏡頭來看那個 載具飛行的樣子 所以 有些人不喜歡這樣的話 可能就請見諒 好不好 每個人喜歡的視角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駕駛艙視角 但是駕駛艙視角如果你要看時鐘的話 你的升降度就要放掉 然後飛機就會往下掉 所以 就是 然後 我是特別喜歡用這種 特殊視角 但是我們就在軍事基地降落 我不知道軍事基地可不可以 handle這麼大的飛機 因為 畢竟GTA5裡面的軍事基地 是不是說非常的大 所以等一下 我們降落以後 如果成功降落 我們來看看裡面的卡車 變得怎麼樣 這樣子 好 應該 還沒到 我們在 前進回 這次升的高度 好像也比說非常的高 沒關係 這麼大幅度的轉彎 是有點不太科學 呵 我只能說我太晚轉了 好 沒關係 至少已經轉過來了 剛才這樣子幾乎是90度垂直下來 那個 裡面的卡車 我覺得應該也是 就是 都翻車了吧 那輪降落就知道了 好 我們要找一點放起落架 因為 嘿 對 畢竟 而且 放起落架還可以增加飛機的穩定性 在現實世界是真的可以 但是 阻力也會增加 速度會變慢 好 準備降落 高度好像有點太高了 敵人的視角來看看 每次 那兩顆 那兩顆 欸 剛才怎麼中了 盾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兩顆樹之前我降的太低 馬上 每次都被 卡到 然後就 整台飛機就爆掉了 好 降落降落降落 嘿 安全觸地 太棒了太棒了 剛才那個降落是太完美了 欸欸 聽聽聽聽聽 沙布斯 貨物太重了 啊 撞到了 幸好我有飛機用無敵 不然的話就爆掉了 所以我是說 如果 欸這只是放一輛軍用卡車 就這樣子 放兩台還得了 殺不住啊 重量 重力加速度 剛才可能是 不過剛才太晚觸地也有可能 他這個GTA5的軍事機率 跑道太短了 不適合這種大型飛機來用 然後這個模組也有一個 另外一個小缺點 就是飛機轉彎的時候 他有點說轉不太動 就是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慢 就是速度要非常的慢 他才有得轉 如果你速度過快的話 要轉彎就有點困難了 你看像我這樣 我感覺有點 就是好像 轉不太動的樣子 速度快起來的話 就 他就不了你了 所以我在這邊 就只能用 用點加速 好前面我覺得會 撞到 我先倒退一下這裡 而且我這裡根本就 我覺得根本就過不去吧 因為旁邊這個 天線 再加上 左邊的圍欄 沒關係 試試看 試試看 卡到了 真的過不去 真的過不去 這邊的軍事基地的 跑道太小了 不過我大概知道 要往哪裡去 我們先倒退 那個 先請軍方 把 跑道全都關閉 因為這個小破機場 太小了 沒辦法 HANDLE這個 銀河C5 M型書機啊 我們就直接到 前面這裡去 滑行到 看一下 旁邊很多 C130 我覺得應該不要 直接停到那個 C130在停的位置 那個應該也太小了 我們就直接停在 旁邊的小型跑道就好了 然後就直接 把我們的車子放下來 我們這邊 轉彎真的要非常慢 不是我故意不開快 所以如果你開快 你根本就轉不動 你的機身啊 所以 反正現在直接 飛機轉彎 其實也沒多快啊 對不對 好這邊應該 直接提早轉 不然的話 等一下會撞到那個 房子 停機棚 停機棚啊 要煞車一點 等下我們飛回 洛勝都國 機器廠的 跑道應該就會比較 長一點了 這邊我覺得 記憶會打到 C130 好應該是不會 OK 安全順利的過來 旁邊的 欸這會不會 欸穿過去了欸 喔沒有沒有 但我沒說 倒了 這個機 太長了啦 這邊 我覺得 我先到 鏡頭 那個就是不會 卡到飛機的地方 我一直撞倒 哈哈 我一直撞倒 而且如果再過來一點 哇 這邊要撞到了 兩邊都不能 真是為難 好啦我們就只好 犧牲那個 那個 照明燈了 抱歉抱歉 好這邊應該OK 這邊應該OK了 啊 好我們就把我們的 那個 貨倉給它打開 不要用到我們的 SimpleNative Train 我們這次開後面就好了 不用再開前面了 這個開的順序雖然有點 欸 啊算了我開錯了 沒差了 前面開了就開了 欸 車子玩好欸 下機 看一下裡面的車變怎麼樣了 哈囉 你在裡面待的OK嗎 剛才 垂直的 欸 我不是要上飛機 我是要上那個 卡車 好痛 我來想個辦法 能不能讓他偵測到 說我要上卡車 而不是上飛機 這樣OK嗎 呃 站近一點 不知道可不可以 欸 還是偵測到我這樣 上飛機 欸 欸 別鬧啊 你到底要讓這個飛行員摔幾次啊 呵呵 該不會 不要跟我講 用那台拖車去進去 把它拖出來 這樣子偵測得到嗎 還是不行 好啦我們用拖車看看 不過這樣應該也蠻好玩的 欸 我們的拖車來了 我們就想辦法的 欸 你 WTF 他是現在是在擺我一道就對了啦 那個 我把拖車調來 他就直接給我自動不見 我現在是擺掉了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這台拖車不用太高興 你等一下就是要進去飛機裡面的 是 白老鼠 好啦 我們就 接下來我們看運送哪輛車我們再把它叫過來吧 運送小型吉普車用這台拖車拖進去好了 好我們先叫軍方把我們把小型吉普車運送過來吧 OK運送過來了 我們利用倒退的方式去把它勾進去 只是兩輛 一輛拖車這樣一輛吉普車應該不會中到哪裡去吧 不會比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 軍用卡車還要中吧 如果還是比那個中我也沒辦法 走吧 超讚的 好我們要上來了 小心一點小心 欸 欸 走 這我沒有不然開太快 不然那個卡車 不然那個 吉普車在那邊亂抖 我很怕直接開這輛車這邊 就直接爆掉了 我們也是這樣不要開得太後面 就盡量差不多保持在這個位置就好了 欸完美 燈我們就給它開著吧 欸 因為既然我已經下車了 再上去等一下他要偵測 我到飛機上 好上飛機 我們就直接把門全都給關了 就是 關快一點 瞬間全關 哈哈搞定 我再確認一下好了 那個裡面的 裡面的車是不是完好的 OK 沒問題 燈也還在閃 那我們就可以 好 呵呵 在關門的時候整台飛機都在抖 好我們可以準備往跑道起飛 OK 這邊轉不轉的過去我就 我就不知道了 總得試試 好慢一點慢一點 應該是沒意外的地方應該是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那個炭灶燈應該會被撞 嘿沒錯倒了 欸 又撞到了 欸沒有欸他直接 撞到了撞到了 但我沒說 喔喔喔喔喔喔喔 欸不要激動好不好 不要激動 呵呵呵 車子都掉出來了啦 記憶太長了 我又不想要 我又盡量要保持 我真的是就是要保持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那個 就是要保持那個燈不要給它撞斷 然後結果 好我們再重放一次 我們再重放一次 sorry sorry 抱歉抱歉 好吧你跟我來 剛才的起飛的程序 被 打亂了 好這裡就ok了 好我們繼續起飛 那個沒問題了 我現在可以聽得到裡面 車子在滑動的聲音 好倒退一下 因為它轉彎真的是不太要轉 好終於 然後我們接下來檢查 所有的東西就是 其實也沒有什麼要檢查的 這不是現實世界 好啦 剛才雖然有點問題 就是這個機身真的是太寬了 撞東撞西的 才導致車子從裡面無緣故彈出來 好我們接下來就 起飛 油門推到底 這真的是超級帥的 幸好這個主要跑道還夠大 要不然的話 好 好那個輪胎可以收起來了 起落架可以收起來了 ok 順利起飛 這隻好像就真的比較輕一點了 希望車子不要在裡面爆炸 就算爆炸的話 我們應該也不會受損 我有用了絕招 嘿嘿 欸這次就沒有像剛才我們在那個 軍用卡車一樣 就是整台飛機會一直往下 自動往下降的一個問題 這次爬升的還算蠻快的 裡面 跟裡面的重量真的有關係 我就是真的喜歡這種特殊視角看的原因 不知道有沒有人也會喜歡用這種視角看 真的很帥 好我們看一下洛森都國基機場 看不到 看一下地圖 差不多可以轉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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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順利送達 不要再像上次那個C17那一張一樣 整個飛機在 整個飛機在上空突然爆炸解體 就不好了 哇這視角這視角棒 我現在是完全看不到機場在哪裡 是不是跟那個限時直接在飛機上 開飛機然後那個雲城我看不清楚了 情況很像 只不過現實世界可是有雷達 機場是有那個雷達導引的 我這邊居然沒有 現在看不到跑道 所以我可能要再對準一下 還要再左邊一點點 待會靠近的時候 雲城應該就會比較散開了 唉唷亂流亂流 剛才飛機突然抖兩下 那個車子在裡面 撞來撞去的聲音很大聲 唉唷我們看到機場了 我們看到機場了 準備現在可以下降了 我剛才聽到輪胎摩擦的聲音 裡面還OK吧 感覺等一下裡面會很亂 唉唉唉 唉 唉 唉唷我不要鬧了 飛機突然瞬間減速 跟裡面的車子有關 唉 裡面的車子怎麼了啊 不要鬧了不要鬧了 我不要 為什麼每次運送車輛都這麼有問題啊 沒有一次是可以 沒得沒得 我們要醉機了 唉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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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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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下來 穩定下來 才怪 現在是完全沒辦法抬升的狀況 完蛋了完蛋了 真的沒救了沒救了 拉不起來 拉不起來 哇 飛機最海了 音速機最海 音速機最海 沒辦法啊 啊 沒辦法啊 這個也不是我想要這樣子啊 看一下到海裡變怎麼樣了 欸 沉不下去嗎 好吧我們已經連續兩次失敗了 成功唯一成功的一次就是只有 第一張的 C130運送車輛就是 完全沒事 那後來的C17跟我們的C5M 運送 全都是在第二趟的時候就爆掉了 飛機 喔喔飛機在這裡 欸怎麼沒有沉下去啊 這太帥了吧 哈囉 唉唷 可以穿過去一點點 這個好壯觀喔這個 奇怪怎麼沉不下去啊 我們的螺旋橋 OK沉下去了沉下去了 各位剛剛有沒有聽到那個轟隆隆的聲音 超超級壯觀的 哇下沉的速度非常的快 欸又停住了是不是又停住了 沒有沒有沒有停住 好啦我們就不要再下去了 因為那再下去就超出人體的下沉極限 好吧 拜拜 我們就往海面上浮吧 我們就看著C5運輸機 C5M運輸機 沉入海底 而我們為了生存 要浮上海面 不能跟他一起下去 快快快 即使你可以的 你可是受過軍事訓練的 哇塞這個 這個畫面就太棒了 欸怎麼海面那麼遠啊 太OP了吧 我們應該沉那麼多 欸飛機已經看不到 好啦 喔這邊現在變成那個 海上求生了 救命 救命 那個我們這邊現在只缺了一個 竹筏跟那個 一顆排球 威爾森 I'm sorry 然後一直躺在那個主閥上面哭 好啦 如果有人知道這個笑點的話 就笑吧 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去 請去看一下浩劫重生是什麼 就知道了 威爾森 不過他的大光頭 就真的很像一顆威爾森 從後面看 如果不知道那個笑點的話 你可以看看說明裡面的連結 我或許 如果要找到那個片段的話 我會貼那個 什麼是浩劫重生 就是我剛才在模仿的那個 模仿的那個片段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不懂我意思的話 好啦 那我們就不再繼續游了 我們飛機也沒了 我們就只能在這邊等救援 然後這個章節就差不多在這裡結束為止 這一次也失敗了 我們下次的安諾托夫 會不會兩次都成功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 希望各位喜歡 好 一樣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如果你是新來的觀眾 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又想要看一些模組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 那我們就在下一張的 飛機運送的 系列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